早安 欢迎大家收看即市策略 3月10日星期五 今日美国公布新入率 过去数天听了加息预期 美金会升 未来美国加息会出现转变 但对市业有多大影响 大家先关心 先看欧元 今晚有新入率 我们集中谈这个问题 昨天欧元真的到达764反弹 坦白说 牛了几天 再加上我刚做节目时未到 出份策略应该就到 通常人是这样 你一定会写个价格退下 所以我也会退下少少才买 结果 我会想起来 为何我会想起 我们做策略 要进入一个 究竟怎样用 我说到飞天也没用 你不懂用就没用 昨天说的反弹 大约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他在这个价格反弹 现在不升上来 升多少 看之前的双顶或三顶 即是1.0630 但问题是 是去到美国公布数据前就到 还是公布数据后才到 但大家要搞清楚 昨天欧元反弹 即是美元跌 如果他会加息 应该是看美元涨 正常来说是不应该继续升 如果在公布数据前 他会继续升 就告诉自己 在美国公布数据 那一刻就立即走到 够将你反手 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有机会出来的数据 和预期差很远 即是在美国公布数据前 他一定会走 但他刚刚踏正那一刻才走 还是早几个小时就走 所以我们经常说 数据星期一就知道有失业率公布 但市场炒了未才想知道 现在证实了是未炒过数据 因为可以看到欧元上来 即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现在会知道 即使欧元涨上去 在美国公布数据那一刻 涨到106 那便会沽 很简单 既然如此 再看美元 其实美元是相顶的 就是102 昨天也告诉大家 如果美元再涨 总之最高可以到10274 还有位置 但在数据公布前 为什么美元下跌 是相顶的 所以 我反而觉得 你一定是博数据 好了 不过是数据前 即是 应该在欧洲开市前 可能我们已经买过美元反弹 如果美元真的反弹 去到8.30分 即8.329分 你有钱赚就先走了 记得今天8.30分 每个货币的价格在哪里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因为觉得数据 会影响到市场 即是你这一世都不想见到自己入市的价格 如果你见到它上也好 下也好 去得到公布数据的价格 便麻烦你反手 其实就是这麽简单 很难告诉大家 8个小时后 局价是window 然后我这样做 所以我只能说到概念 但无论如何 我都觉得以现在美元这个状况 应该是跌完反弹 会否再跌多些 我觉得机会比较低 昨天的日落未必会穿得回 101.66未必穿得回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我会买美元上 但分两段去做 所以今天可能会比较 因为有个重要数据 所以可能策略上 会有些条件性会转变 希望大家要明白 当然了 大家去Facebook专页 及我们YouTube订阅 及做个赞 我便即时可以收到今天的策略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